在马金库QQ空间中 几乎所有的日志图画 都和这个女孩有关 在最新一篇 也是仅有的一篇 《沉闻日志》中 这个年轻的大男孩写道 为了你 我可以背叛自己 抛弃自己 失去自己 在这份情愫萌发 大约四年之后 女孩子因为看不到未来 选择离开了她 2011年5月初 刚领到第一笔工资的马金库 高兴地回家了 她拿出200元给母亲 告诉她 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她还将200元钱 塞到平时并不怎么 心疼她的外婆受伤 感谢她对她的照顾 甚至 她还花了几十块钱 给表姐媛媛 买了一瓶香水 像个大款的样子 那段时间呢 反手里感觉到自己 坚持的重担 仿佛轻了一些 那是马金库 做的最长的一份工作 儿子开始挣钱了 苦心操持十几年的家 终于有了一丝亮光 照进来了 她幻想之后家中 可以做些小生意 将房子盖起来 可仅仅两周以后 反手里的希望破灭 再经历了命运流离 辍学以后 晦暗无望 以及爱情无稽 而终以后 她向来沉默少颜的儿子 将斧头 挥向了老板的儿媳 和两岁半的孙子 这一天是2011年5月22日 2001年5月22日 她本想睡个懒觉 结果早晨6点多 就被老板叫起来卸货 后来马金库说 我平时没那么大气 那天不知道怎么的 就是特别生气 上午8点多 她来到公司厨房 往一锅粥里 放了二三十片安眠药 我想大家吃完 都会想睡觉 那就不用按活了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 老板和几个员工 都出现了头晕 恶心等症状 随去就医 到了晚上 她想睡觉 可正在洗衣服的淫雨时 又让她修电灯 又让她哄孩子 我当时特别来气 说不愿意哄 她说我是打工的 让你哄你就哄 两人先是争吵 后来就你推我 我推你的 动起手来 我抄起枪脚的斧子 向她头上砸过去 想教育教育她就完事了 没想到尹女士 抱着孩子大喊 说杀人了救命 当时孩子也在哭 我当时害怕了 就下了死手 当时黑灯吓火的 她闭着眼睛 砍了越二十下 母子俩都没事了 斧子也砍断了 殷巴同事出来看到 她把尹女士 向另一个院子里拖 在这期间 她听到尹女士 重复说为什么 我说我哪知道为什么呀 当时我腿都打斩了 我这辈子都毁了 马金库将尹女士 拽到一个货车底下 之后向发动货车 将尹女士压死 但因为不会开车 而放弃 她随后向宿舍走 看到尹女士的儿子时 她将孩子拎起来 扔到一间仓库里 换完衣服 她到公司办公室 老板及尹女士的房间 盗窃了三千余元 手机银行卡等财物 之后她开着老板的 别克轿车离开了 我不会开车 是现学的 就这样 她一直向老家的方向开 在高速公路上 她还和别人玩飙车 没玩明白 撞到护栏上 之后她丢下别克车 花两千余元 打车到了黑龙江省武昌市 她想回家 看看亲朋好友 然后自杀 但第二天的下午 就被警方抓获了 2012年3月1日 受审当日 尹女士的丈夫及父母 分别向马金库 提出民事索赔 139万余元 及8.7万余元 其丈夫 向法官夏桂请求 判处马金库死刑 立即执行 公诉人称 马金库经鉴定 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其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 无任何从轻处罚的刑解 应该严惩 判处死刑 马金库的辩护律师则提出 马金库 幼年父母离异 跟随父亲生活 四岁时 父亲因杀人被判死刑 马金库 遭受过后母的虐待 这些非同常人的遭遇 造成了他的人格缺陷 和偏激性格 也使其人生观 偏离了常态 虽然鉴定显示 马金库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但希望法院考虑 他的成长经历 对他判刑时留有余地 马金库放弃了自我辩护 对于童年 他不愿多谈 只说小时候的经历 让他经常失眠 他自幼就有轻生的念头 公诉人认为 马金库当庭 对其行为默不关心 默示他人生命权利 甚至藐视法庭的表现 不足以轻判 在庭审当天 马金库都没有向死者 及死者家属 表达任何歉意和悔意 最后陈述使他说 我希望法官 能尽快判我死刑 立即执行 谢谢 并向法官鞠躬 此案没有当庭宣判 而母子俩的最后一次见面是 马金库在北京市 强制治疗管理处 司法鉴定中心 做精神病鉴定 他赶过去看儿子 鉴定显示 马金库一切正常 三个多月没见 他发现儿子 比之前在家时 变得白胖了一些 当他看到儿子 被靠住的双手时 泪珠便滚了下来 当时啊 表情木然的马金库 用力靠近母亲拥抱的双手 贴着他哭成泪人的母亲的耳畔 缓缓地只说了一句 看淡漠点吧 活着多累 别那么拼了 最终 在2013年的12月11日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判决 被告人马金库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犯盗窃罪 判有期徒刑七年 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元 90后马金库杀人案 全文完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